摩羯座的朋友大家好 新年快乐,新年进步,如意即强,身体健康 很久没见 那上升或者是太阳摩羯座的朋友 在这个农历的生涯的运势会怎么样呢? 十个字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对了 那其实这个生涯里面 你们是很需要那个帮助的 尤其是一些真的很实际的一些帮助 尤其是就是金钱 对了 你们可能就是已经开口 问别人要需要那些钱的 钱上面的那个帮助呢 或者是你跟你的老板说 我要加我的人工 我要加薪 就是你们很想很想获得一些 真是一些 真的可以见到的一些帮助 那就不是说一些 人家去安慰你啊 或者是什么 你们真的需要一些很 很实际的一些帮助 但是呢 就不好意思了 因为你们是很难去得到的 这个东西 所以会令你们非常非常的灰心 非常非常的失望 所以呢 你们会选择离开 那如果是讲你们的那个工作的话 那很大的机会就是 你们现在工作的那个地方 他给你加薪的那个 那个level 不是不如你所愿 就是事与愿违 OK 或者是你们跟一些朋友 就是要 要怎么讲 要钱呢 OK 要借钱 但是他们 不能够帮助你 那你就幸会一冷 你就选择 那不如我走了 我靠自己好了 所以我刚才就说嘛 此处不留人 最有留人处 对吧 所以你们最后就是会靠自己 因为你们相信 那最后 at the end of the day 自己才是自己最信得过的 对 那这个就是你们农历正月 一个心理方面的调整 那或者就是一个 在现实生活里面 那个层面的一个变化 但是 我告诉大家 不用那么害怕 因为我见到 如果你们开始自己 去靠自己的话 你们的那个运势 是会 是会非常的好 你们 会越来越有信心 那 小小的变化 就是 小小的那个恐惧 是 在所难免的 但是 你们相信自己吧 不用太过担心 那那个运势 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咯 对 那 最后再讲一遍 新年快乐 如意即强 还有 我有一个东西要宣布 因为过晚 就是在每一个幸运 这个片段里面 我也会 讲一些 那 你们的运势 是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星星 怎么样 怎么样 对吧 但是 但是我说了一些粉丝的 那个回应 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我讲 我讲了 他们也不是太明白 OK 所以去 去减 去减短 我的那个片的那个长度 还有去 减 减掉我一些的那个工作量 我的 lesson to lesson my workload OK 我就会 在每一期里面 最后的六个星座 那 今期里面 你们就是最后的一个星座 OK 那最后的六个星座 我就不做那个教育的部分 我就不讲那个理论 因为是什么星 什么星 OK 那 就是每一期里面 首先的六个星座 他们才会 解除到那个教育的部分 那最后的六个星座 就 让我休息休息咯 OK 拜拜